今天我们来到Ecospring这里 这一间是这里最便宜的 一间Semi-D,只卖1.8个米而已 这一间Semi-D名叫Chester 土地面具是42x80 你可以看到它的屋身是有32宽 它这里旁边有10车的一个空地 这一个的方向是正南的方向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屋子是有自己的fencing的 可以划到三辆车到四辆车都没有问题 它是一个N-Log的地方 如果你有很多车的人你放在这里的话 你不用担心会阻碍到人家的交通 让我们进去屋子里面看看 一进来的屋子 这里是它的玄关处 你可以看到玄关处是蛮深的 玄关处的旁边是它的楼梯 这里是它的一个客厅 你可以看到它的客厅是蛮黄阔的 这里你可以放一下它的那个饭厅的地方 饭厅旁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你可以拿来做一个Bug Counter 还是我看到有一些顾客 他拿来做一个小房格出来 变成一个梭房也是可以的 这里你可以坐一下你的餐桌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它是蛮宽的 因为刚才讲了它的路身有32宽 如果你要放一个很长很长的桌子 也是放得到的 饭厅旁边有一个sliding door 你可以开出去就是刚才外面的一个10厂的一个空地 来到的它楼下的这个房间 它楼下的房间 屋主已经做好的一些built-in的一个cabinet 它这里的每一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厕所 你可以看到它的厕所是蛮旷阔的 它这里的每个厕所都有附加太阳能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亮度蛮亮的 因为它这里有自己的一个落地窗 走我们去厨房看看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它的厨房 它的厨房原本有一个门鸟的 所以你煮菜的话不会有油烟跑出去 你可以看到它的厨房是比较L字形的 这里你可以做它的一个洗衣服的地方 这里你可以做它一些kitchen cabinet的地方 它的厨房旁边是它的一个女佣房 女佣房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厕所 它的女佣房部会小 你可以摆放一个床架是足够的 这间是Semi-D的关系 它后面有一个十扯的一个空地 你可以看到它后面的屋子的墙是蛮高的 所以这一间是蛮有file性的 好 我们去楼上看看 还没有去楼上之前我们去看一下 这里它有一间它的powder room 它这间powder room是给你的客人来的时候 用了一个厕所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影响到你每一个房间的那个 智能空间这样子 这里是一个store room 你看它的store room是蛮长的 整个长过去的很深很高 你可以摆放这很多东西 好 我们去楼上看看 你可以看到这个它的楼梯是蛮宽的 它的楼梯已经有做好的这些木板了的 这些是发展商给的 一来到楼上 这个是它的family hall 你可以看到它的family hall 是蛮高的 这里一个空间 如果你想要把它变成五间房间的话 这里可以围上来做一个书房 或者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房间这样子 因为如果你要找一个family hall 这里五间房间是很难找得到 可是这个格局 你可以把它变成五间房间 这里楼上它有三间房间 一个主人房跟两个房间 这里是它其中一个房间 你可以看到它的房间是蛮宽阔的 这里它可以摆放它的那个wardrope 这里摆放一个queen size的床 过后这里还有一个空间 你可以摆放你的那个makeup table 还是你的study area 还是你放一些你的wardrope 因为这里连接去你的厕所 你可以看到它的厕所是蛮大的 它这里就是每一个房间 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厕所 这一间是它另外一个房间 它另外一个房间 也是有自己的一间独立的厕所 你可以看到它的房间的layout 有跟刚才那间房间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这一间来讲 哇,你要做一个build-in的wardrope 你这里是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厕所出来就是去到build-in的wardrope 这里是它的那个厕所 它的厕所maintain到很好很干净 其实这整间家都maintain到很干净 所以你不用担心讲它有什么 目前我看这间cattle condition都很好 所以这一间是它的主人房 你可以看到它的主人房 是蛮长方形的 这里它可以摆放它的床架 这一个主人房很特别 它这里一处你可以看到是蛮高的 它的wardrope旁边就是它的冲凉房 你可以看到它的冲凉房 有自己的那个buff top 它有分隔出来 buff top跟冲凉的地方 还有这里洗缩的地方 这一间主人房有自己独立的阳台 你可以看到它的阳台不会很大 可是如果你要摆放两张椅子 坐在这里喝喝茶还是足够的 之前很多这里的samedi 是卖1.9到2个没有 可是这一间只卖1.8个没有 套机便利只那么一间 如果你对这间samedi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联系我 我是VV 售卖Ecospring物质